河南贺璧一个16岁的女学生遭校园霸凌 施暴者竟然用手机视频炫耀 这个事必须言成 近日河南贺璧市一个16岁的女学生遭校园霸凌 当地的教育局已经将这个事件进行了调查通报 三名17岁的女孩对一个16岁的女孩进行施暴 扒光该女孩的衣服 用脚踩踏女孩的胸部 用筷子插女孩的下体 用凶残二字也不为过 警方已经进行立案 涉案人员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我要说的是校园霸凌事件屡屡发生 究其原因有学校的责任 有社会的责任 有家长的责任 这里不再多说 那么校园霸凌事件的施暴者 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校园暴力的施暴者 通常也是未成年人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会轻判会轻处理的 但不等于不判不处理 未成年不是面罪金牌 在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当中 对于部分的犯罪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缩小到12周岁 如果实施校园霸凌情节严重 涉嫌伤害等犯罪 同样也要受到刑事处罚 判刑坐牢 有的事件可能不构成犯罪 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受到处理了 如果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 被按照我国的行政治安管理法进行行政处罚 对实施霸凌的孩子进行惩罚和教育 那么被霸凌的孩子要怎样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第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找司机迅速离开或者脱离危险境界 第二千万不要一味的忍让 要及时的告知家长和老师 要求学校进行处理 第三如果遇到了自己被伤害了 如被殴打被人侮辱了 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当然了也可以拨打12355 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引起老师和家长们的注意 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孩子 校园霸凌事件永远不要发生 抖音